這個說法是這樣 所謂的競爭 總共有三個選項 從對抗 競爭 合作 有三個 競爭恰好是介於合作跟對抗的中間 現在可能會從中間 往對抗這邊多移動一點 那我們看到這樣的變化 的確可以說 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這個沒錯 這個所謂時代結束 是指原來的接觸政策 基本構想是要和平演變 那個從1972年 尼克森去簽了上海公報 一直到2017年 川普去北京訪問 大概前後 從1972到2017 大概前後46年 這個時間的話 美國在推動的是 把中共視為戰略合作夥伴 對抗蘇聯 後來開始扶持中共的改革開放 然後一直到後來 發現出狀況不對 然後美國開始改變想法 那我們先講一下 就是這個指揮接觸政策 目標是和平演變 其實這個想法 不但是當時的短期措施 也其實也是一種長期看法 就是美國不管再怎麼樣去看待 中國是個對手 戰略對手 他不可能去佔領中國 他不可能真的跟中國去 去打一場什麼世界大戰 不是 他應該還是延續的 以前冷戰的思路 就是削弱中國 脫髮中共 頂多是到這個地步 兩邊正式開打 沒這個必要 更何況美國還有金融 佔的這個絕招在手上 所以從這個長期來講 美國希望跟一個民主中國 自由中國 來和平共存 而不是跟一個共產中國 紅色中國來和平共存 因為現在的中國共產黨 所掌握的中國 他基本上 對外的話是一黨專政 就是專制 對內的話是獨裁 定於一尊 這樣的體制 你去跟他接觸的結果 反而是坐實了這個 壯大了這個體制 完全不能推動所謂和平演變 你不能透過中韓階級 崛起 產生公民社會 然後產生政治改革 美國已經徹底了解 這個問題了 所以才會有 你說的這些轉變 那這個轉變的話 我們先談一下合作 我們從比較樂觀的領域講 合作是基於有共同利益 或者有副補性 對不對 那至少有幾個領域 我們先談一下 至少有八個領域 以前我們已經看出來 美國跟蘇聯 美國跟中共 都可以談得上合作 所以合作不是官樣文章 是真的有內容 是第一個 反核子擴散 跟蘇聯的時候 就在談這個問題 反核子擴散 第二個呢 反中程導彈 就是約束 約束這個中程導彈的擴散 對 他們美國跟蘇聯 還簽了這個中導合約 中共就不願意加入 當時他沒有這個問題 第二個 第三個呢 對抗恐怖主義攻擊 叫做反恐 這個是合作的領域 這是共同利益 再來呢 對抗氣候的兩極化 對抗氣候這個變遷 對不對 這個也是全球共同利益 美國跟中共也好 跟歐洲那邊一樣 都是要來共同協商 怎麼樣來減碳 對不對 然後再來呢 就是對抗毒品的擴散 這個也有合作的空間 所以第一次川席會的時候 2018年12月1號 川普跟習近平 一坐下來就是說 請習近平約束一下芬太尼毒品的製造跟輸出 習近平以為要談貿易戰 一聽談談這個沒問題滿口答應 後來都全部沒做到 所以這個毒品的擴散也可以合作的 再來呢 就是除了對抗毒品買賣 對抗人口買賣 人口販賣的話 也是一個可以合作的空間 然後呢 對抗反人權 反人類迫 反人類的這種迫害 這個也是普世價值 也可以來談的嘛 所以以上至少有八個東西 八個議題是雙方可以合作的 所以講合作並不是空話 的確有很多事情 不是美國當畫面說了算 要大家來一起合作 也不只跟中國合作 也要跟歐洲 日本呢 還有其他國家一起來合作 這是共同問題 所以我們講 美國人講說 這個合作並不是講空話 第二個 對抗的話 有四個領域 第一個地緣政治本身就對抗 對不對 這個我們大家不要熟悉 再來第二個呢 四大戰略物資產業 半導地產業 美國跟中國要對抗 再來呢 電動車的電池 再來疫苗跟藥品 再來一個是稀土 為了對抗中國的稀土 這個出口大國 美國原來是稀土的大國 現在改成 把中國大陸境外 最大的稀土生產商 澳洲的Linus 找到德州去開始 準備開發美國這邊的稀土 所以這四大戰略物資的產業 美國跟中國要對抗 這第二點 第三點呢 價值觀 意識形態的對抗 比如說 為什麼西方國家會重視人權 你不能用那個勞動 這個什麼 電域裡面的那個勞動 來生產東西 來出口 來跟人家競爭 這個有些那個價值觀的問題 再來 疫情的調查跟 索賠 這就我們剛才提到的 這四大領域都是要對抗的 那競爭呢 有三個領域 第一個技術上要競爭 這不是說 我老大哥就打壓你的 你的東西做得比我好的 比如說電動車電池 所以技術上要 要來競爭 再來商業上要來競爭 再來投資領域要競爭 比如說舉一個例子 一帶一路的話 比如說 如果一帶一路的國家 裡面要有什麼基礎建設的話 美國跟日本要組成團隊來投標 來競爭 這是競爭 拜登政府把它稱為正面競爭戰略 就是公平的競爭 就是在跟中共的國運企業在海外 要再做直接面對面的競爭 所以商業領域有這三個領域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從美蘇冷戰時起就不純爭是對抗 也有合作 當時的競爭是什麼呢 就是發射衛星 登陸月球 後來合作的領域 反核子擴散 約束中程導彈 對不對 這個領域 那現在看回來中共的情況就是 我說 它從一個巨嬰 演變成潑戶 吵著藥糖吃 以致到處橫衝直撞碰� 一個不懂得負責任的大國 一個不懂得負責任的大國 一個沒有信任感的大國 然後造成今天的世界問題 所以對美國來講 美國作為世界領導的大哥來講 他一定要來處理這個問題 中共的這個惡性崛起的問題 不過老闆剛提那個八個合作領域 聽起來腦袋浮現 都是中共一直挖坑給美國跳 好 台灣問題也看一下 明老師怎麼看 美國的想法應該這樣說 美國原來對共產國家是有策略的 它對中共的這個策略 這個策略基本上叫交流以觸變 就藉著交流來促進和平演變 就像剛剛姜龍兄所說的 在我先這樣說 這個理論不是一個錯的理論 也就是這個民主化理論 是站得住腳的 它畢竟在將近100個國家裡面 出現它的效果 但是它不見得能夠普遍適用 為什麼呢 因為國家的類別不同 其實點不同 所以它的民主化的過程可能就會不相同 美國過去一直相信了這套民主化理論 認為說你只要經濟發展 然後你慢慢就出現中產階級 然後就民主化 所以我要讓你民主化的一個辦法就是 我要讓你這個中產階級出現 怎麼讓你中產階級出現呢 我跟你做生意 做生意之後 刺激你中產階級大量增加 你慢慢就會民主化了 對 這些對於威權國家適用 但對極權國家不見得適用 各位回頭去看 蘇聯跟東歐的8加上蒙古 10個共產國家的變化 沒有一個符合這個理論 是 所以美國是抱了一個錯誤的理論 好 那誰想通這件事情呢 川普團隊想通這件事情了 所以他說那我用強硬的辦法來逼他 打貿易戰啦 什麼等等 好 那這個是一個不錯的辦法 但是川普一個毛病就是 他太個人主義 他沒有去打團隊 到後來蓬佩奧去扭轉他 但時間晚了一點 那現在這個慢慢拜登想清楚了 拜登在看完川普之後發現說 這個方向大概是對的 但我在你的對的方向當中 找出了你不足地方 然後我提出來一套新的戰略 這是不錯的 所以各位注意看 就像剛剛加倫雄所說的 美國在那個戰型的國安指南裡面講說 我們是三套 我們有對抗的一塊 然後有競爭的一塊 有合作的一塊 那現在坎貝爾說 我們要從廣泛的合作 像走上競爭什麼等等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不再那麼談 交流與觸變 換句話說承認過去的理論錯誤 那既然承認過去的理論錯誤的話 你原來在這個戰型指南裡面講說 對抗競爭合作 你為什麼不講對抗 為什麼不講對抗 我不是說你一定要講對抗 我在分析這件事情說 他為什麼不講對抗 我記得在前幾次節目上 我講過這件事情 因為我想過一下 美國也沒有那麼笨 所以美國他雖然不說對抗 並不代表他不對抗 他只是我不能說對抗而已 為什麼呢 雙方合作的地方太多 剛剛江龍說我講得非常好了 雙方合作的領域很多 所以你要說對抗 那我在合作的地方 還合作不合作呢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如果我說了對抗 然後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去合作的話 會不會給反對我的批評 我的口實呢 所以我說一個競爭的 講到中間呢 看起來比較安全 我去對抗的時候 你看我是一競爭 我去合作的時候 我說競爭本來就不合作的東西 所以這樣也講得通 所以剛才江龍兄呢 其實很巧妙的點點一下是 我講了競爭是講到中間 但是我這邊呢 凶一點點就變成對抗 輕一點點就變成合作 所以給了自己一個彈性 這是我對美國這句話呢 最好的解釋 或者最寬鬆的解釋 但是坎貝爾到後來解釋了一點 還比較好 他說美國政策上的轉變 起因於什麼呢 起因於中共的政策 中共這幾年的政策 讓我們想通了 所以我們轉變了政策 他舉了三點 第一呢 中印的邊界衝突 第二 對澳洲的經濟打擊 第三 戰狼外交 其實他可以舉別的幾件事情 新疆的問題 香港的問題 南海的問題 再加上台灣的問題 所有這些東西 對美國或對外界看起來 就是一個具有強烈的 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 想要這個統治全人類的 或奴役全人類的這麼一個政權 現在正在崛起 然後把他力量向外投射不說 他還要藉著各種正面的 跟陰柔的手法呢 去轉變整個國際體系 然後扭轉大家價值觀 而且他不是用公平競爭的手法 現在大家慢慢看懂了 所以坎貝爾講的話呢 如果他把話講得更完整一點 他的話會更有說服力 不過他至少說清楚了幾件事情就是 第一 他說我們要有更多的競爭 這話是說得不錯的 第二 他說我們要對 我們亞洲的這些盟國 提出一個經濟願景 這話他也沒有解釋 他的話應該是說 如果我不提出了經濟願景的話 那大家可能會導向中共 大家會認為說中共的經濟實力 甚至軍事跟政治實力 已經足以把美國排出亞洲 所以我沒辦法競爭了 所以我告訴你 我提供一個經濟願景 其實背後我還有政治力量跟軍事力量 足以支撐我美國在亞洲的存在 這樣你們就不用倒來倒去 坎貝爾這話呢我覺得因為他在這個 一個史丹佛大學一個特別場合上講的 我覺得他講得不夠完整 他如果講得完整的話呢 我覺得這些東西會比較清楚 但我覺得重點在哪裡呢 重點在說我認為從頭到尾是 美國的戰略決心不夠 美國沒有想清楚到底要怎麼面對中共 美國當年面對蘇聯的時候想清楚 我給你冷戰 什麼叫冷戰 在不爆發熱戰的前提下我幫你扳倒 現在美國對中共有沒有下這決心 還只是說我在面對你對我的軍事經濟 各方面壓力的時候 我能夠擋住就行了 也就是取法忽上緊得忽中 取法忽中緊得忽下 如果你的戰略定位定了這麼低的話 你不會打到哪裡去 布林肯三方五是講說 美國不想發起冷戰 那我反問一句 中共想不想發起冷戰 中共想不想 中共正在打冷戰 你跟人家講說我不想發起冷戰 你如果是欺敵的話我沒有意見 如果你真的這樣想的話 那美國就非常危險了 因為有些美國專家說中共早就已經對 美國發起長期冷戰了 這就是我的意思 吳老師好簡單補充30秒 我覺得川普那個時候被人家說他沒有聯合盟友或者對盟友不好對不對 其實要說明川普在做這個戰略方向大調整的時候 認識到跟中共必須用新的觀點來對待的時候 他要證明兩件事情 第一個他是來真的 第二個他會堅持 因為很多人覺得說川普你是來真的嗎 第二個你能夠來真的多久 六個月對不對 所以他必須那個超前反應甚至過度反應 相當於我們現在說的美國式的斬機頭 讓你相信我是來真的我很認真 所以他會對盟友也課關稅 表示我是在就議題不是針對你中共來的 所以他要讓中共相信 他也要讓美國盟友相信 這個之後大家相信了之後才進入下一個階段 就是什麼就是聯合盟友 所以拜登在做的是川普整個戰略地圖裡面的第二個階段 川普開頭 川普的大遺產給他 對 川普一定要讓大家知道說 我轉的是轉真的